当地时间17号 美国方面宣布新一轮 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措施 包括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等机构 被列入制裁之列 对于美方的做法 委内瑞拉各界表示谴责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天表示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是非法行为 没有哪一个国家 有权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 中央银行的资产进行干预 面对制裁 委内瑞拉中央银行可以渡过难关 当地舆论认为 美国不断加大制裁力度 目的是想对马杜罗政府施压 但制裁只能加剧 委内瑞拉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 对破解局势没有建设性意义 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蒙卡达 此前在指责美国 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时指出 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 在没有得到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 对委内瑞拉进行经济制裁和封锁 缺乏法理依据 委内瑞拉国内面临的困境 与长期以来遭受制裁不无关系 他呼吁有关国家 终止对委内瑞拉国家财富的掠夺 解除针对委内瑞拉国民的封锁 停止军事威胁 确保委内瑞拉的和平与安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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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